大家好,我是小秋 阅读前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点点订阅 您的订阅是我更新的动力 林一是一个64岁的女 她在晚年选择再婚 并嫁给了69岁的老周 然而,仅仅过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林一就开始无法承受这段婚姻 林一曾经有一个儿子 她的前任丈夫在儿子上大意识离开了她 和其他女人在一起 离婚手续办理完毕后 林一并没有感到伤心 相反,她感到如释重负 既然她的前夫已经心不在焉 她也不想束缚她 所以,她选择放手 让她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她认为只有儿子就足够了 然而,令林一意想不到的是 在离婚后的半年里 前夫回来找她复婚 声称被外面的女人妻了 那个孩子根本不是她的 林一笑着拒绝了她 她告诉她即使只剩下一个男人 她也不会再和她在一起 她相信牛不吃回头草 而且她已经无法恢复被伤害过的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的儿子逐渐长大 毕业,工作,结婚,生子 在广州组建了自己的幸福小家庭 林一退休后 前往广州帮助儿子照顾孙子 经历了七年的时光 当孙子上学后 她才回到自己的家 却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孤独的老人 白天还好 她可以和老姐妹们一起聊天 排,跳舞,过得相对愉快 然而,到了晚上 她独自一人在宽敞的房子里 感到异常空虚和孤独 儿子邀请林一去她家继续生活 但是林一考虑到儿媳可能不太欢迎她 也觉得自己的身体还健康 自己可以独立生活 不应该扰年轻人的生活 因此拒绝了邀请 之后,亲戚建议她再找一个伴侣 林一觉得这个建议可行 于是向儿子提了这个想法 儿子也表示支持 通过朋友的介绍 林一认识了年纪比她大五岁的老周 老周是一位退休 退休金每月有九千多块 比林一多一半 她拥有两套房子 一套自住 一套出租 而她的儿子已经在国外工作和定居 她的妻子三年前去世 所以她一个人独居 老周博学多才 健谈 而且和蔼可亲 和她在一起 林一总有无尽的话题可聊 而且还能学到很多之前没有接触过的知识 经过四个月的交往 双方都感到很合适 老周非常大方 对林一非常慷慨 除了不用动她的退休金 每个月还给她三千元零花钱 并带她到处旅游 尽管由于疫情的原因只能选择周边游 但是对于林一来说 这也是非常愉快的 因为有很多她之前没有去过的景点 林一内心非常高兴 在晚年还能找到一个如此合适的伴侣 她充满期待地展望未来的美好生活 然而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她开始无法承受这段婚姻 她感到非常疲惫 因为她成了老周的保姆 洗衣做饭 买菜 扫卫生等家务事 全部由她一人承担 而老周则无所事事 每天饭后 老周要么就去午睡 要么就出门玩 从来不曾考虑过林一的感受 更不用说分担家务了 老周的房子很大 林一一整天下来 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林一一和她提出了自己的感受 希望她能请个保姆 或者分担家务 然而 老周却回答说 请保姆做什么 这么点事情你都做不了吗 那我娶你有什么用 听到这话 林一感到非常惊讶 原来老周娶她 就是为了让她充当免费的保姆 在她看来 一个女人在身体还健康的时候 应该负责家务 每天扫地 擦桌子 做饭 并不会感到累 林一一建议老周 尝试一下做家务 但是她表示自己是 不应该做这些家务事 她每天无所事事 却总是指挥林一一做这做呢 这时 林一想起她的老姐妹们 曾经说过的话 晚年男人 找老伴 往往是为了找个免费的保姆 当初 她并不相信这种说法 她认为老周是一个有学识 有修养的 而且经济条件优越 不可能是那种人 在领证前 老周还表示一定不会让林一受苦 然而 现实却让林一很快领悟到 她感到非常失望 只能选择与老周离婚 从那以后 林一再也不想找老伴了 等到自己再年老一些的时候 她可以和姐妹们一起养老 或者选择去养老院 而且她还有儿子作为后盾 林一在分享自己的经历时 希望广大姐妹们 能够慎重对待晚年再婚的问题 因为那些晚年 想要找老伴的男人 往往希望花费最少的钱 找一个便宜 甚至是免费的保姆 这样的伤害是无法承受的 确实 有很多像老周一样的男人 晚年时寻找老伴的目的 就是为了找一个免费的保姆 这也与社会环境有关 在现今社会 还有许多人将男主外 女主内作为借口 不愿意承担家务责任 这使得他们养成了 不会做家务 不会管理自己生活所事的习惯 因此 他们希望找一个人来帮忙管理 无论是请保姆还是找老伴 当然 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 也有一些男人愿意分担家务 关键在于个人是否能够遇到这样的人 因此 晚年想要找老伴的朋友们 一定要慎重行事 提前了解对方 并在在一起之前制定一些协议 就像林慧英所说 你若拥我入怀 疼我入骨 护我周全 我愿意蒙上双眼 不去分辨你是人是鬼 朋友们 你们是否赞同林仪的观点呢 你们周围有晚年 栽婚幸福的例子吗 欢迎分享和讨论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欢迎在下方留言 小邱会尽量满足您的需求